给大家说一下在野外如何找这个蜜蜂 找野生的这个蜜蜂 现在这个季节呢 那么找蜜蜂是非常的轻松的 平时在牛蜜季节可以用蜂 在缺蜜季节可以找蜂 找蜜蜂需要准备蜜杂 或者是老草皮 还有白糖水 还有蜂蜜水 那么泥拉罐 还有平时的话一个喷火器 燃烧这个老草皮的烟味 把蜜蜂给它吸引过来 可以在附近有花的地方 喷一些白糖水或者蜂蜜水 蜜蜂过来去吃以后 那么多的时候呢 看这个蜜蜂往哪个地方飞去的 来得少的时候就不好观察 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这个蜜蜂都是朝地面上面 到处的话飞过来的 等到蜜蜂多了以后 吃饱以后 这个蜜蜂呢 它就会在天上面的话去转圈圈 就会往这个上面的话飞走 这个蜜蜂呢 它是往这个山上面飞过去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下午了傍晚了 来得比较晚 这个天气呢不好 蜜蜂上风量的话比较少 这种山呢也比较难爬 都是处于这个石头山 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石头山 找到以后也很难弄得出来 平时找蜜蜂 尽可能选择往这个土山的地方的话去找 这些石头山找蜜蜂 能找 但是的话难爬 也很难的话把蜜蜂收出来 找到以后 可以等到明年的时候再过来收 这个季节呢收回去啊 蜜蜂的话容易出现打架 而且还要血精的去喂 那么才可以 这个蜜蜂呢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就是越温度低了 这种蜜蜂呢 是 是 感谢观看